automagic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明 今天我要带一个好消息给大家 那就是有一个汽车品牌要回来我国了 什么牌子呢? SUZUKI SUZUKI 在我国曾经算是蛮热门的一个小众品牌啦 当年它的这个SWIFE 在我国是相当受到欢迎的 小明我本身也是很喜欢这一款线背小车 主要是操控挺不错 而且外形又蛮亮丽的 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SUZUKI又选择了和Proton合作结盟 在这一项合作协议之下 SUZUKI 就把在马来西亚的所有showroom都转让了 给Proton成为它的展示厅 并且成为了Proton的这个技术伙伴 当时他们的计划是要帮助Proton生产新的车款 而SUZUKI 的这个角色就是负责提供零件 生产零件提供给Proton来生产新车款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我给你一点数据 2014年的时候SUZUKI 在我国只卖出4273辆新车 但是在这个Proton和SUZUKI 合作之后 他们所出产的这个Proton Ertiga 单单在2017年呢这个Ertiga的销量就已经有6091辆 其实无形中是提高了SUZUKI 在我国的市占率 所以这个合作关系其实对SUZUKI 来说是好事了 因为它其实也不用去承担这个SOHO服务 还有零件来保养等等的这些后续 只不过这个双方在合作期间就只出了这么一款Ertiga 而过后吉利入主Proton之后呢 双方的这个合作关系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SUZUKI 也变相等于是退出了我国的市场 但是在结束这个合作关系之后 其实SUZUKI 一直在寻找回来我国的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一直不断有听到消息说SUZUKI 即将回归我国的这个消息 也因为这样我国的市场就看不到这个最新一代的SUZUKI SWIFT 还有钢炮版的SUZUKI SPOT 了 这款日系小账我之前曾经试驾过啊 真的是很好玩的一辆车 至今还是让我感到回味无穷 不止如此哦SUZUKI 也推出了这个新一代的SUZUKI GIMNI 那这一款经典的硬派越野KK啦 因为这个造型复古又可爱的外形呢 成功掳获了许多消费者的欢心 加上它拥有许多这个古灵精怪的改装套件 包括这个模仿这个 AMG 643 的 Baby G 你说能不买吗 但是就是因为SUZUKI 在我国没有官方代理的关系呢 所以你要买到这两台车 你就只能透过我国的这个Recon车上买到所谓的Recon车而已 不过今天这影片我就是要为大家带来好消息 那就是SUZUKI 确定将要回来了 而且在短期内我们就可以再度看到这个日系品牌 至于会有什么车款回来呢 首先就是这个了 但是是普通版的SWIFT啦 这个SWIFT就暂时没有在这个名单里面 那这个普通版的SWIFT如果参考东南亚市场 也就是菲律宾还有泰国的话呢 它所搭载的引擎是一具1.2L的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为83PS 峰值扭率则是102Nm 并搭配可以模拟六速的CVT变速箱 这个SWIFT看起来好像并不怎么样 可是不要忘记这一台车 它所使用的这个HardTek底盘呢 整体车重只有900公斤左右 相比起这个Mybee 1.3L是轻了接近100公斤那么多 相信日常开的话呢 在动力方面应该是相当的够用的了 不过最让人期待的还是 Gimney 也会进来 OMG 估计这个消息会让许多人感到很期待 而我们相信来到我国的这个Gimney 将会是搭载1.5L自然机器引擎的Gimney Sierra 它拥有102HP以及130Nm的输出表现 并搭配四速的自排变速箱 而且被有这个分时四驱系统 想要知道关于这一款小型越野SUV的详情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之前Ivan曾经有介绍过 那我们相信一开始呢 这个SWIFT以及Gimney Gimney 将会以CBU的方式登场 也就是从日本进口 不过讲真的啦 如果要有竞争力的话 我是觉得还是要以CKD的方式 才能够维持价格方面的这个优势啦 这一方面就要看这个新代理的决策了 而你们猜猜看 新代理是谁呢? 那你们又觉得这个SWIFT 还有Gimney 在我国应该要卖多少钱才合理? 对于SUZUKI 的回归 你们又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 踊跃发言 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 为我们的这个影片按赞 Share 这支影片出去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